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更高的可靠性 因而大大提高了打击目标的灵活性及戒备水平 1,414枚洲际弹道导弹 包括420枚SS-11洲际弹道导弹 60枚SS-13E型洲际弹道导弹 130枚SS-17E型洲际弹道导弹 308枚SS-184型洲际弹道导弹 350枚SS-19E型洲际弹道导弹 126枚机动式SS-25洲际弹道导弹 20枚机动式SS-24E型洲际弹道导弹 在SS-17 SS-18 SS-19和SS-24导弹上装备有分导式多弹头 SS-11E型洲际弹道导弹 装用来杀伤三个目标的极数式弹头 其余导弹为单弹头 老式洲际弹道导弹配置在20个导弹基地的加固地下井中 这些地下井基本上是沿着贯穿西伯利亚的铁路干线配置的 潜色弹道导弹力量在装备上拥有64艘潜艇 配备有942枚导弹及3400个弹头 它占进攻性战略核力量的30%和整个核武库的约10% 潜射导弹于1977年开始装备分导式多弹头 在10年中 弹头数量从1500个增加到3400个 尽管弹头数量增加了 导弹的精度提高了 但同时存在着轻型海系导弹的可靠性问题 从而限制了潜艇舰队的作弹效率 1988年 苏联海基战略导弹力量包括 16艘洋机1潜艇 1艘洋机2潜艇 18艘德尔塔1潜艇 4艘德尔塔2潜艇 14艘德尔塔3潜艇 4艘德尔塔4潜艇 以及5艘台风潜艇 战略轰炸机力量在装备上拥有160架 可携带950个核装制的熊式重型轰炸机 它是苏联战略力量中数量最少的部分 苏联战略轰炸机在装备上 约有5种型号的160架图95熊式远程战略轰炸机 编程莫斯科和伊尔库茨克两个集团军 直属总参谋部 所有熊式轰炸机均能携带自由下落的核炸弹 熊BG远程轰炸机可装备弹鼠 AS-3空地防潜导弹 熊G可携带厨防AS-4空地导弹 熊H轰炸机能够携带撑感AS-15空机巡航导弹 战略轰炸机能够携带的战斗装置总数为950个 此外 5160海盗集轰炸机能够在低空以压因素实施远距离袭击 在高空进行超因素突发 利用低空机动实施打击 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上世纪80年代末确认 在苏联 有30多种新型战略进攻系统处于严格阶段 苏联官方认为 按照这样的现代化速度继续发展 到90年代苏联将具有15000枚战略进攻核弹头 但是苏联却在1991年亡然坍塌 14000多个核弹头并没有挽救苏联 某日 从中国内陆升空的一款神秘武器 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有万维城 其靶场面积达到了惊人的12万平方公里 到底是何种武器 能有如此惊人的威力 微信关注军民权回复神秘导弹 为您揭秘